大家好我是何姬鼎GD老師 昨天台股出現非理性的下殺 相信很多投資朋友都非常的擔心 害怕甚至不小心出掉自己手上的持股 結果今天台股大漲了361點 相信昨天出掉的朋友一定相當的後悔 可是如果你有看我們的盤前盤後資訊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昨天就預告了 台股即將出現一個大反彈 結果今天台股就大漲了361點 我們的股票更是強勁 曹龍行跟泰福是漲停 易達再創新高 三富是漲9% 祝榮是一度漲停 盤勢一下漲一下跌 到底該怎麼操作呢 盤面上還有什麼股票值得大家留意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喔 投資獲利放眼未來 投資獲利放眼未來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我是分析師何姬鼎GD老師 相信昨天台股破底大跌 很多投資朋友都非常的擔心害怕 但是我認為現在投資朋友 真的計算分析都學得非常好 破底就是要賣 所以你會發現昨天破底 激出了很多的融資 昨天融資是大減 大減了89億為什麼昨天會大跌 因為 你會發現現在投資人都非常認真 都看過了很多技術分析的書 所以破底就是要輸 所以昨天破底大家都全出了 所以全出了之後呢 相信昨天你會發現 昨天的情勢是非常的恐慌 但如果你要從單純從技術分析的領域去看的話 其實很簡單 其實我也看得出來是走空 那為什麼我們昨天還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台股即將要出現反彈 我們先看一下技術分析的走勢來 如果你純從技術分析來看 純喔 我說純的 還有其實如果你純從技術分析來看的話 從今年以來這就是一個空頭 每一個人都看得懂嗎 對不對 下跌 反彈無力 對不對 繼續往下跌 反彈無力 繼續往下跌 但是問題的重點是 你說反彈無力繼續往下跌 破底之後 他就一定會往下持續的破破破嗎 不見得吧 如果說你昨天要停損 你應該是認定這個盤 是一個大空頭 絕對的大空頭 什麼大空頭 比如說 很像是那個 2020年新冠肺炎這一波 大空頭有沒有 這才叫做大空頭 因為你這邊破底之後停損 他就一路的往下跌跌跌跌 對不對 又或者是像08年 08年我就不舉例 08年大家都知道很可怕 你破底之後他就一路跌 每天跌 繼續跌 後續的繼續跌 那為什麼我昨天就鐵定的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我昨天算是多篤定 你不要看我的節目啦 好不好 不是說不要看喔 真的要看一下 很重要 你看我的標題就好 你看這是我昨天的標題啊 我昨天標題的話我說啊 關鍵性的證據顯示啊 台股即將出現一個反彈 結果呢 你看這6月20號 昨天講的 今天台股是不是就出現反彈了 今天大漲了361點 那昨天台股這邊跌的時候相信很多人都跟你講說要做空做空做空啊 你做空你就是空空如也啊 口袋都空空啊 其實為什麼我昨天這樣說來我昨天為什麼這樣說 我昨天是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去研究一下08年的一個走勢的話 08年是一個大空洞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 那我們去觀察油價的部分的話你會發現啊 08年之前啊有沒有08年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這也是08年 1月 08年之前這條 原油的價格是從哪裡漲到哪裡 從64塊一路上漲到142塊最多喔 你看64塊漲到142塊 原油價格快要漲了兩倍 所以呢你知道那個時候既然原油漲成這樣 代表說那個時候什麼 通貨膨脹非常的厲害 通貨膨脹很嚴重啊 所以那時候啊 美國聯準會是一路一路的升息升息升息 那時候升到什麼時候 那時候升到5.24% 那這一次我們的原油價格其實已經出現鬆動了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好幾次 原油價格出現鬆動了 天然氣甚至是下跌了27% 所以呢 原物料價格啊 也是做通膨啊 是慢慢可以收到控制 所以聯準會不會大幅度的一路的升息 就算是升息升到今天 坦白說啊 聯準會上個月是升了3碼 升了3碼 整個基準利率也只有多少 1.75% 08年之前 07年 利率是5.24% 你看一下 現在1.75% 整體來講 利率還是偏低的 既然利率是偏低的話 其實市場資金還是很多 這就不是一個大空頭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今年以來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今年以來如果你單純看技術分析的話 很簡單 大家都會啊 你看季線是一路往下 年線也被跌破了 月線也都往下 那你純從技術分析的話你去看嘛 對不對 是不是月線季線年線呈現空頭排列 沒錯吧 底 由下而上 如果是多頭排列是由上而下 這我都不用說 很多人單純看技術分析都可以跟你分析成這樣 但是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雖然說 現在盤是不是很好 但是我認為不是一個大空頭 他不是一個大空頭 因為通膨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嚴重 既然烏爾戰爭 俄羅斯的原油應該是出不去啊 那理論上 原油價格應該會比08年之前07年的時候暴漲兩倍甚至三倍啊 暴漲兩倍三倍現在應該要多少 至少200塊吧 或150吧 沒有啊 現在布倫特原油大概只有在115左右而已啊 那天然氣還大跌 所以這就不是一個空頭嘛 那既然不是空頭的話你要跟我講說 老師既然不是空頭就是多頭 難道沒有中間一點的嗎 現在的盤啊就是在低檔震盪來回的打底啊 那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出現大多頭 等到通膨真的 從08年的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嘛 等到原油價格大幅度的下跌 大幅度的下跌之後呢 等到聯準會覺得通膨已經收到控制了 CPI回到了2%的一個 合理的一個物價的上漲率 那他們就會開始幹嘛 為了舊經濟又開始降息 QE 那個時候呢 就會報復性的大漲 所以那個時候你要做的操作策略就是應該是去追 看到股票漲突破就去追 那現在呢 現在就是一個低檔震盪 低檔震盪 所以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你操作要有一個TEMPO 要有一個 策略 就是跌下來的時候買反彈你要賣 跌下來買你要反彈你要賣 也就是說你要很習慣就大盤啊 會來回在底部這樣子來回不斷的一個徹底 來回不斷徹底 你要在徹底底部呢 三天不跌的時候呢 進場去買進 我最近不是跟大家講嗎 上個禮拜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義達跟泰福 都上漲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泰福啊 對不對 今天泰福是不是再漲一根 泰福 是跟大家講心耀之煌 有沒有說到做到 是不是漲一根 又再漲一根 對不對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我們已經佈局完了 好不好我佈局完 我不會再跟你講說 你馬上進場再做一個 好不好 趕快跟我做泰福第二 沒有我那時候跟大家講什麼 三天不跌就是一個最好的進場時機 來我說什麼三天不跌 三天不跌我說道琼指數嘛 道琼指數你看一下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三天不跌是上個星期是不是123 三天不跌就是預估就是星期三就是明天 對不對 你看一下今天目前為止道琼期貨指數已經上漲了488點 快要漲 快要漲一半了 就是1000點的一半了500點了快要漲500點你說多不多 你說會不會報復性的反彈 我認為是 非常大的機率 既然美股會大幅度的反彈的話台股當然就會跟著反彈 所以我昨天你看一下我昨天的預告就跟大家講了 有沒有 6月20號 是不是就6月20號是不是昨天 有沒有 台股即將出現反彈 昨天台股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你會發現一個老師的好跟壞 昨天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昨天你去聽一下他的節目 對不對 昨天的節目跟你講 可能會繼續往下殺 可能會再跌 我沒有 我們都直接跟大家講看 關鍵性的證據顯示什麼 台股即將出現反彈 是不是完全命中 對不對 那今天那些人又開始什麼 搖旗那 搖旗那 快漲了快來跟我買 好像在導遊了 對不對 所以呢你看一下什麼叫做功利什麼叫做實力 就是在事前在下跌的時候也敢跟你講說他就是會漲 對不對 不是 看漲跟你說漲看跌跟你說跌 我們買股票就是你要看一個老師強不強就是要 你看一下他在佈局 慢慢就向上墊高而且不要講得多 對不對 好所以昨天其實我們也不用多說 融資餘額大減 對不對 昨天大減89億 4個交易日就減了188億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盤錢也跟大家分析很多 那今天還用分析嗎 你也不用多分析吧 你想知道哪一檔股票會漲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給大家盤錢盤中 周末訊息真的非常重要 你看一下我們已經紅到什麼 紅到了連那個聚恨網的那個關鍵字搜尋 都有我的名字 你看沒有其他人就只有我 因為我很認真每個禮拜都在寫 每個禮拜都寫2000字以上 好不好 所以你要每天看到我的盤錢盤後資訊的話 一定要鎖定我相關的媒體頻道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描 這兩個QR Code就可以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YouTube的頻道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請你打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們的YouTube頻道呢 千萬也不要忘記按讚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好再來呢我們的操作方法一直跟大家講 就融合總經面基本面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操作方式 你看一下 我們 總經面很多人都不會用 很多人不會用為什麼不會用 你會發現總經面他就跟你分析一下大盤 我們總經面就跟你講說因為升息的情況之下 不利什麼電子類股的走勢 所以你會發現今年以來啊 我其實很少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電子類股很少講的大部分都不是電子類股 所以你用的總經面你分析出來會升息 你就要知道說你要避開 電子類股 你看你看我們節目避開電子類股這一波 你不要說你賺多少 你至少沒有賠三成四成啊 你就已經站在別人的肩膀上了 好來 那再來呢你就要融合基本面技術面跟消息面的話 我跟大家講你要去找一個類股族群 整個族群都在漲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做那個族群 來你看一下這是我們的LINE 我們LINE真的非常的超值 我不像很多老師 每天在跟你講說他哪一檔漲停漲 沒有 雖然說偶爾會點一下 但是我沒有你看一下我們都是 真正在跟你分析投資要怎樣分析 恐慌指數沒有再創新高台股怎樣 而且我們講的股票呢 也沒有什麼 很多 你看一下我這天跟大家講的就是 5月25號跟大家講的什麼 再生金援 中砂 再生金援包含哪幾檔 中砂 森陽辦跟新雲 我那時候就幫大家挑 松砂 5月26號 對不對也繼續跟大家分享嘛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一下 中砂再生金援呢跟大家分享出來 因為他的基本面表現就是最好 所以5月25號 他技術面轉強我就跟大家分享 分享之後你看他就一路創高 創高漲停 漲停之後是再創新高 就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當然6月15號我們跟大家講 建議大家賣掉 我絕對不會因為跟大家講說 今天這檔漲停 我又跟大家講說我有了 漲停一樣啦 如果你還有的話我會建議 如果這幾天如果都漲不上去建議 還是要獲利了結 投資股票就是要有進有出啊 才是真的獲利 好所以呢你看中砂部分 其實我們出掉也沒有差 我們還有資金可以去買其他的股票嘛 對不對 好那同樣的方法 我又跟大家印證什麼 元泰嘛你看一樣啊 我也跟大家講 你看每天的盤錢都跟你分析大盤 熱門類股有沒有跟大家很多老師都跟你講 一堆股票 我們跟黨講一堆 沒有熱門類股我們跟大家講就是什麼 元泰跟東檢 雖然說我說東檢什麼持續打底 底部沒打成啦 不過沒關係就不要看他了嘛 對不對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元泰 那你再看一下 5月17號也跟大家講元泰 對不對你看一下我們整個就一直跟大家講元泰 沒有跟大家講很多很多的股票 不像很多人 講一堆股票講了十幾檔 五檔 20檔股票 有一檔 漲停一直在漲 好開心 命中率二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 我們二分之一就夠了 我們三分之一就夠了 我們不用那麼多 我們沒有每天在跟大家分享那麼多 好不好再來你看一下 這邊也是一樣啊 我們在6月9號的時候也持續跟大家講元泰嘛 元泰嘛 那基本面的部分我們節目就跟大家講 你看營收毛利率 營業率都是持續好的嘛 那技術面我就跟大家講你看一下 轉牆訊號出現是不是在這一根 對不對 從這一根一紅吃掉所有的黑棒之後 他就 穩定不斷的向上創高 你看一下 是5月7號 5月17號持續漲 那一陣子 台股真的是跌好慘 但是我們的元泰能持續的向上漲不停 到200塊的整數關卡之後呢 你會發現我跟大家講 200塊是一個整數關卡 有可能是壓力 我這邊特別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呢 我跟大家講說200塊漲不上去最好是要賣掉 所以你看我們在節目上也 真的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就是建議大家要幹嘛 要賣掉嘛 對不對 你看S S S是不是就是賣出S嘛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你看一下剛才的中砂是漲停 但是元泰是不是還在200塊附近掙 所以呢你股票是沒有辦法賣在最高的 沒有辦法 但是呢你至少獲利了結賺最好賺的那一段 所以你一定要堅持什麼 融合總計面基本面技術面消息面你不要只看技術面你只看技術面我剛跟大家分享過你看一下大盤 大盤昨天破底看起來就是一個死定的樣子 結果呢 今天是不是大漲361點我告訴大家 反彈的動能還沒結束 為什麼 因為美股 美股剛剛有沒有看到 美股的道琼期貨指數已經上漲了快要500點 那你說今天晚上美股開盤如果說大漲個700點800點 明天台股會不會繼續漲 是不是完全符合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 這個星期三星期四應該就是最好的進場點 當然我們今天已經提前 已經進場了 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堅持面面俱到 就是你要融合總計面基本面技術面的操作方式 你不要只偏重技術面 因為一般人都不想去研究 只想看交叉進場買進 只想看什麼 現行進場買進 因為你不想去了解產業 每天 有多少股票 突破漲停 對不對 2000檔股票裡頭有那麼多漲突破漲停 有那麼多漲 現行是出現什麼 黃金交叉 那你怎麼做 每一檔都做嗎 所以你一定要認真研究基本面 好認真研究基本面 我就跟大家講 總金面我們已經幫大家挑出來了 不要做電子類股 盡量不要 除非你真的非常有把握 那整個題材的部分 你一定要操作什麼 要有題材股票 有題材股票 才有資金進駐 有資金進駐的話呢 才會怎麼樣 比較容易 短期內比較容易上漲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你看資金越是緊說 投資他是越是集中在幾個類股族群啊 你只要掌握四大吸金的題材 你是照樣不畏大盤的下跌 是可以持續的 轉不停 那我們跟大家講幾個題材 第一個就是觀光嘛 第二個是什麼 自動化POSE系統 就自動化的題材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電動車啊 第四個就是生計啊 來我們一個一個來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來 昨天 昨天常常行在這麼悲觀的情況之下 有幾個老師敢跟你講常常行 應該只有我 對不對 你看今天就漲停了 對不對 不用我多說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講 國際旅遊是會開放的 現在的狀況只是 跟我們當初的預期是有點不太一樣 是因為 我們政府是稍微比較 保守一點 保守一點我不知道好或不好 但是呢對於國際旅遊這一塊來講 目前來講是開放了什麼 3加4 但是 每天限額2萬5 很多人我看到新聞很多人啊 在國外留學生啊 對不對 回不來啊 因為一天限額只有2萬5 那疫情到現在也兩年多了 在國外 求學的 就是學生們 對不對 兩年戶籍都不在台灣 就是要好像要被消極 所以想回來一下 結果就沒有辦法回來 這樣的狀況越來越多的話 年底再加上選舉 對不對 年底要選舉 你覺得有可能不會去解決嗎 再加上疫情已經慢慢的走下坡 應該說 正確來說叫做確診人數已經在走下坡了啦 難道不會開放嗎 難道永遠不會開放啊 我知道你如果投資國際旅遊相關 或者你投資航空類股 你心中有千千節 我相信啊 你不相信的時候啊 怎麼講你也沒用 比如說有些人就會講說 標價太貴啊 可能沒人會買啊 對沒錯 現在標價漲了四成八成 甚至一倍 但你說沒人買嗎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啊 短期上來講啦 很多 還是很多有錢人 我之前跟大家講說 像北投有一個三二行館 一個晚上要四五萬 你去盯盯看 你去盯盯看 爆滿啦 滿到八月九月都滿的啦 也就是說很多有錢人 不會在乎 不會在乎那個 四成 八成甚至一倍的機票 他只在乎什麼 趕快你趕快開放 我想要出國玩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台灣還是很多有錢人 不要用 貧窮去限制你的 大家的 想像空間 很多有錢人是 玩得起的 好那我跟大家講說 這些啦 如果說你要說 票價高是一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不會是 第一波第二波的問題 第一波第二波 第三波甚至是第四波 一定很多有錢人會搶進 然後這些有錢人都搶完的時候呢 那可能票價高就是問題 因為他們已經玩完嘛 剩下就是會嫌貴的人嘛 那嫌貴的人 我們投資股票需要等到那個時候嗎 既然我們已經 立定了目標 就是鎖定這些有錢人把這些機票 買爆的時候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我們可能要獲利了結的時候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操作的話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來我們可以看一下昨天 昨天我是不是就跟大家講 查詢好你看 沒有人敢講 一個什麼 你要什麼樣的分析師 你看一下 有些人就是跟你漲起來 今天從頭好棒喔 我們是什麼時候講 我們昨天在跌的時候 6月什麼 6月20號昨天嘛 昨天在跌的時候我用 周線來跟大家講 我認為 他周線看起來還是相對的高檔 還是一個多頭格局 沒有錯吧 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另外昨天啊 我說國際旅遊相關類股 你還可以注意什麼 三負 我說我這條線畫出來 這條線畫出來 我說你看一下 這條線你看一下 他最近啊 下跌修正 其實也沒跌破 前坡的高點 這條黃線附近 整體格局還是非常強勢 你看一下 6月20號 昨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今天 三負 三負對不起喔 今天沒有漲停了 今天大家覺得 老是只有漲一點點 今天這樣是漲9% 大家看一下今天是漲9% 9%有沒有 這邊是9% 今天是漲9% 強不強 強啊 強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 很多時候啊 不是說你看漲說漲啊 就厲害 你真正厲害 真正的高手是 跌下來的時候 你要看著他 這就是機會 你要進場 你要勇敢進場的 買進 好再來呢 還有什麼 股票可以大家留意的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我們剛剛不是講 四大題材嗎 還有自動化 自動化題材部分啊 我之前跟大家講 5月26號 我說你不要再去追什麼 車燈啊 保險桿 這一些啊 雖然我知道 東洋今天還表現得不錯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 找到的是什麼 因為很多 很多人都喜歡那個 落後補漲啊 你看一下 你那時候去追你 現在即使今天漲7% 你還是套牢啦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你不要去追那種 就是說啊 已經大漲一波了 你去追還沒漲的 你去做還沒漲的 準備要起漲的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金玉嘛 對不對 自動化題材做金玉嘛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 他做什麼的 他自動販賣機的 自動販賣機 他切入了那個 機車 電動機車的 電池交換 電池交換機 他跟狗狗的合作又跟三洋合作 現在已經要切入 從兩輪的要進入到四輪的 跟大家講過了嘛 你看一下 講了沒多久6月9號 他就漲停了 漲停之後6月10號他持續的漲停 6月13號再創新高 6月10號 持續的震盪稍微震盪一下 我跟大家講過了 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啊 在高檔股票通常來講 三天之內會持續的創新高 你看創新高之後123 是不是再創新高 直跌就再跟漲停了 所以你要在高檔你要出貨 就建議啊 可以用一個三天不創高的原則 來去尋找賣點 來6月21號 重樣是三天不創高之後 你看今天還是維持在高點 但是呢 高檔出現了一些震盪 我覺得後續要持續再大漲的機率會比較低 所以一樣呢 金魚的部分 我也建議大家 看如果說明天震盪的話 今天還是賣掉好了 好接下來啊 就是要驗證奇蹟 驗證奇蹟的時刻了 什麼驗證奇蹟 來很多老師都是看漲說漲 漲起來才跟你講漲停根本買不到 有什麼用沒有用 很多時候我們股票 都不是跟大家講在什麼 漲停的時候 我都跟大家講有檔股票 真的要起漲 我們都是從還沒漲 帶你什麼 一路看到漲停 對來我們來看一下 前一陣子我跟大家講說啊 那個國際旅遊相關類股的話 你看一下 潮流行是不是 後續是表現不錯 所以帶動什麼 飛機的維修 飛機的零件啊 這些的需求是會提高的 再加上啊 烏二戰爭 烏二戰爭是不是 打戰打很久了 他們打了那麼久 你會發現各國都提高了什麼 軍事運算 軍事預算 好軍事預算提高之後呢 其實啊 飛機的預算不就提高 戰鬥機的預算不就提高了嗎 帶動整個航太相關的類股啊 就是需求向上 所以整個航太類股啊 表現是非常整齊的 那相關類股包含什麼 陳田啊 寶一啊 寶一出現三根漲停板了 這個我就不會拿出來講 很多老師啊 寶一你看你跟著我買三根漲停板 結果呢 這邊第一根漲停板的 你買得到 這第二根漲停板你敢追 第三根漲停板的你敢追 不敢 這樣講有意義嗎 沒意義啊 我們不做這種事情 好再來呢 祥明啊 祥明就是稍微表現弱一點 所以你看一下 很多股票啊 都開始就是說 你看航太的類股啊 都漲起來了 那包含呢 我相信很多 老師啊 講跟你講航太他只會介紹一檔 他就說 漢翔 因為漢翔是屬於比較偏向國家的 對不對因為 國基國造最主要的一個公司啊 主要受惠的公司就是漢翔 所以漢翔的部分啊 很多老師在這邊進場去追 可能會追到哪裡 追到這一根 追到這一根 但是我們有沒有追漢翔 我跟大家講說長起來不要追 我說有一檔可以做 我是不是在上個星期的節目來看一下 上星期節目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 來上星期的節目又要驗證奇蹟了 你看一下驗證奇蹟 6月17號 6月17號 我這邊呢 用我的LINE我跟大家講 今天的盤頭分享 有一檔航太類股 加入LINE就會有了啦 我不會再跟你講說什麼送什麼 送東西有意義嗎 我們不送書啊 也不送你一群股票 我就是跟你講送一檔 你只要加入就好了 你只要加入就好了 對不對 你加入我的LINE 小六處 1788 我的盤頭資訊 直接就帶出來給你 你不用再問我說 要不要啊 來啊 什麼 什麼打個什麼字 不用你直接加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呢你看一下 我們那時候直接加來 你看一下6月17號的盤後 我跟大家講 那一檔是什麼 航太族群全面發動 我有沒有跟你講很多檔 沒有 舊一檔 舊一檔 哪一檔 祝農 4572的祝農 對不對 航太零件大廠 股價轉強 轉強向上 你又不是說我會員 我又不能跟你講 跟你講確切的點位 對不對 我能跟你講嗎 不行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留意一下嘛 你看一下 我怕 有些人比較晚家 比較晚家的話呢 所以我昨天在盤後又持續跟大家講 祝農 有沒有 你看一下 我昨天跟大家講 觀光 對不對 我昨天的 就是那個 熱門類股 我就講幾檔嘛 生技我們已經開牌的 就是 藥華藥啊 什麼 泰福啊 義達 我就別講了嘛 你看我們 第二檔觀光今天觀光類股 長江有沒有漲停 三富有沒有漲9%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在 我們就是只能跟我們的會員講 我也 很想講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話 跟著我們一起操作是最快的 好在的話 你看一下 航太相關類股的話 我們就講一檔 我怕你上個星期沒加到 沒看到 我不會跟你講說 祥明啊 漢翔啊 我們就是講什麼 祝龍來祝龍來 昨天有沒有節目繼續講 昨天的黑黑 有沒有敢繼續跟你講 昨天黑我照樣敢跟你講 我不會因為昨天跌 不敢講 沒有 昨天繼續講 對不對 昨天我說這檔還是有機會向上來 昨天是不是這樣子 一根大黑棒來 照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真的有用嗎 又來了 技術分析高檔爆量向下跌 沒救了大家都在出貨 結果 結果呢今天是怎樣 今天是一度是漲停 有沒有看到 今天一度是漲停 有沒有漲9% 一度是漲停 那今天不就是最好的進場點嗎 對不對 有沒有 所以你看一下今天是不是 可以開盤價在哪裡 開盤價有 大漲嗎 開盤價是不是可以讓你 是不是可以買進 今天還有低點讓你買呢 對不對 我們直接公開分享 我就說 要跟大家講一檔了 我不會跟大家講假的吧 對不對 你看一下 有沒有 6月17號跟大家講 今天盤後分享 沒有錯吧 我有沒有跟你講好幾檔 我只有跟你講一檔 叫做 祝榮 祝榮 結果祝榮今天是不是 一度的漲停 是完全符合我們 給大家的盤後資訊 所以我們給大家的盤後資訊 真的非常重要 還沒加入的人 真的要加入 再來我說 說生計是不是新藥 新藥類股的話 6月17號我們跟大家講什麼 藥滑藥 跳空 攻擊訓號跟大家講的 講完之後呢 你看一下我們有沒有講基本面 有嘛 講完基本面之後沒多久 有沒有我們這一天講的 講完之後 隔幾天 隔兩天 漲停 漲停之後他續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就一路的漲不停 雖然說沒有每天漲停 但是他就是漲不停 只要今天呢 雖然說稍微 昨天稍微震盪一點 今天是不是就收回來了 對不對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什麼 如果你覺得藥滑藥太貴 我在我 講藥滑藥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你覺得藥滑藥太貴 我們同期 就馬上跟大家講什麼 有一檔還沒起漲的 叫做新藥之王 6月7號跟大家講的 有沒有 還沒漲 還沒有漲 完完全全可以讓你買得很低 你要怎麼買就隨便買 對不對 講完之後呢 有沒有 稍微震盪是不是還可以買 震盪講完之後6月9號 是不是持續的在高檔 少少的收紅 是不是又是一個進場機會 來你看一下6月10號是不是漲了 6月14號是不是維持高檔了 我們那時候開牌 什麼 義達嘛 對不對 是不是義達 來是不是義達 來義達6月16號 收黑港版繼續跟你講 繼續講 來講完之後呢 他又繼續漲 一直向上漲 一直漲 你看一下我們在講的是哪一根 這一根 跟大家講攻擊訊號出現 你可以買在這兩個 你買在這裡從這邊漲到這邊 120塊到現在也 134塊 對不對 是不是 有沒有 120萬都比134萬 124萬都讓你多賺10萬 對不對 那你有240萬呢 不是賺20萬的嗎 對不對 還有我們 都是來真的 有沒有講有沒有買 來6月14號 義達買進 尊榮 義達買進 對不對 6月15號 來6月15號 義達 買進 義達買進 你看一下我們就是做對股票 持續的加碼 那你錯過這一檔呢 我們是不是又跟大家講 還有一檔 新耀之皇 大抵成行 我跟大家講把握三天進場的機會 講三天就三天就漲三天 來看一下 新耀之皇 有沒有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還沒漲 還沒漲啊 有沒有底部成型 一個底 兩個底 三個底 四個底 怎麼樣都 跌不下去 好再來呢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我 6月14號我給大家提示 我說他做什麼 乳癌胃癌已經通過FDA證照了 原廠新耀是30億 一年營業額30億 下半年的營收將持續的放大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是一個攻擊訊號 因為我後來開牌是哪一檔 泰福 泰福 有沒有看到泰福 在還沒起漲之前就跟大家講 來 還沒起漲是哪一根 這裡有沒有 這裡就一路跟大家講了嘛 講到這邊就一路的漲 漲 漲不停 從這邊57塊5 算起來 到這邊已經65塊了 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65塊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是不是65塊 好在呢6月16號 創新高一度是漲停了 那6月17號呢 我就跟大家講說持續看好嘛 很多人說上影線沒救了 你看技術分析 真的純看技術分析 真的沒有用啊 所以你看6月20號長黑 我也跟大家講 持續看好了 沒有在怕的 6月21號今天 是不是再跟漲停板了 是不是漲停板了 來 有沒有 有沒有較勁 6月14號的部分 泰福 有沒有 林陽 泰福 較勁 6月14號較勁 泰福 較勁 有沒有 限價單50塊進場買進 6月15號 泰福持續的買進 有沒有 我有沒有說到做到 我有沒有跟大家講說 我就是要進場 結果買別檔 有些分析師會這樣子做 要小心 我們沒有 你看一下我們是不是說進場就進場 對不對 我說這三天要進場 就是這三天進場 而且做對我會一直加碼 你看一下6月15號 是不是叫了兩次 對不對叫了兩次你還沒買 我真的也是沒辦法 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叫完之後 你看 我們講完之後 他是不是一路的 從這邊一路的漲漲漲 對不對 從55 57塊 一路的向上漲 高檔震盪我們也沒在怕的 對不對今天是不是就漲停漲到68塊 55萬已經變成68萬了 對不對 550萬已經變成680萬了 不小心都賺100多萬了 對不對 你說現在這個行情 真的不能做嗎 有圖都有真相 都有做給你看 來 最後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我們上星期跟大家講說 這星期二星期三 就是最好的進場機會 那時候跟大家講什麼 底部三天不破底就是最好的進場 進場機會 我說我有檔 我說我要帶大家進場 這四個題材裡頭 還有一檔可以做 我那時候跟大家這樣講吧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已經進場了 明天應該會再進場 明天會再進場 所以想要把握這檔了 我告訴大家 直接就告訴大家 這檔了 就是旅遊奇蹟啊 坦白說這檔 籌碼很乾淨 剛起漲 股本很小 很好拉 所以我們會針對 就是會員 給大家一些籌碼 對不對 想要跟我一起操作這檔旅遊奇蹟啊 旅遊相關類股 明天 相信是最好的進場機會 想要把握機會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